中國的第三支航空母艦 第三支航空母艦正式下水了 它裡面有一些狠心的技術 比如說電磁彈射技術 大概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它這是不是表示 中國現在海軍實力超級強大了呢 在講它的實力是不是強大 是不是大躍進之前 我們先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一開始直到船 我們在短午前的時候 全世界都要關注嘛 那時候的話 我們大家一開始一定是先用什麼呢 什麼Google照片 來看它現在的趕工進度啦 來看是不是這個什麼 那個典禮台啦等等都弄起來 然後什麼時候下水啦 大家都在用這種公開影像的方式在看 然後呢就有網友說 眼很尖 發現上面的航空母艦甲板上面 有一些紅色小點點 然後大家就在想 這個是什麼東西 是人的位置嗎 還是什麼要放飛機嗎 還是什麼樣等等啊 很多的一些猜測啦 然後最後呢 再把它放大放大放大 居然看到的是什麼 上面寫什麼呢 紅點點的這個都是字 上面寫的是 實現擋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 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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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一流的海軍 哇靠 那這一邊是什麼啊 大家講 你是要做廣告 然後你這做廣告是要給誰看 給全世界的衛星在看嗎 那這一些是誰要來看呢 所以這紅點都是精神喇化的字 對這個就是變成說 習主席像中的字 台字給上面看 這個上面不只是給北京 是給這個衛星這樣子來看 那衛星這樣子來看呢 這一些就代表是 我不能說他馬屁鍵啦 可是他有一樣子 就是要逢營去營造上面的一個意思 為什麼今天這個 他跟說這艘船跟習近平有關 習近平過去在哪邊歷練過 在哪邊高救過 福建啊 福建 所以今天這艘船叫什麼 原本大家有人講 可能是江蘇啦 海南啦等等的 可是最後居然叫福建 那也有一些人會說 這個福建是不是叫建制台灣 要準備來這個打台灣 我會認為啦 他對內宣傳 對上對北京宣傳的意義 遠高於對台灣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的是說 今天他這艘船的命名 特別是跟習近平一定要連在一起 因為過去我們講 在這矛盾江湖一路以來 每一任中共的領導人 他都說要建立強大的海軍 可是建立強大的海軍 你不是有錢還不一定辦得到 有錢之外有銀子之外 你要有科技啊 你要有這樣的一個戰略的目標啊 你要有這樣的技術 才能去做航空母艦 但是矛盾江湖幹不到 辦不到 可是今天習近平做到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 習近平過去以來 海軍的相關活動 他都很多時候他會親自出席 因為他出席的時候呢 代表我跟以前的人不一樣 有一首歌叫我們不一樣 那今天習近平他更要去證明 他跟前面的領導人不一樣 如果全部都一樣 他憑什麼幹第三任 如果今天他代表 他有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他自然能夠 可以去延續他的一個正期 接下來秋天的二十大就要來了 那再來我們再講回來 這艘船好了 這艘船到底電池的 這彈射機有什麼樣的一個重點 為什麼外界都在這關注 因為之前的洞洞邀寧號 洞洞梁山東號 他都是用那種滑藥式的一個甲板 滑藥式的甲板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建載機可能沒有辦法去滿載 沒有辦法去滿載他的一個武裝 甚至是他不能夠去起飛 這個定義式的空中預警機 因為今天的一個航空母艦 他最重要的就是艦載機 他就是海上活動的機場 飛機是他作戰的主力 重點不是船 是上面的飛機 那我上面的飛機起飛之後 他就是一個打空戰的一個概念了 那我要打空戰的話 我上面的空中預警機 就會是一個關鍵的一個關鍵的節點 可是美國他靠E2 但是現在的這個解放軍 他的這個定義式 他沒有辦法靠黃藥式起飛 如果今天用電池那個彈射機的話 有可能可以去把他的空警600 因為我們最近已經在上面看到 他的這個模型了 空警600是有可能在上面去起飛的 如果是真的可以這樣的話 那當然他的戰力是有的成長 可是航空母艦除了船跟飛機之外 還有這個飛行員的一個技術 以及旁邊的護航艦隊 美軍的航空母艦為什麼會強 不是只有他航空母艦強 旁邊的提康德洛加級 伯克級 很多的一些船艦 形成的神盾系統 神盾防空反潛這些系統 整體他是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航空母艦打擊群的概念 那現在的解放軍 之前的話我們看到遼寧號出來 遼寧號出來旁邊也有一些什麼 洞55洞52 可是他的旁邊這些船艦 是不是可以形成一個 合作的一個包圍 合作的防空網或反潛網